《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有一個困惑事務 無論怎麼做關卡 始終達不到我們手感原先的體驗 剩下的開發時間可能只有四周 那我們現在要改嗎 我们游戏是一个精灵游戏 玩家会扮演一个使用各种各样魔镜的一个水精灵 这个作品其实就是一个以镜像的复制 以及位移为核心机制的一个解谜的游戏 玩家他会扮演一个水精灵 这个水精灵会使用具有不同的能力的魔镜 对场景的元素进行一个位移的变换 从而到达终点 这个项目其实是从上学就开始做的 原始的团队其实有三个人 一个是班长就是江金胜同学 然后一个是严广赫同学 还有一个是负责程序的彭廷玉同学 它其实倒并不是灵光乍线那种 有一个课程作业嘛 那我们去做一个游戏提案的练习 代号叫它是魔镜 最开始的创意来源就是根据像镜子镜面的反射 或者是对称这样的物理现象来的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简单的交互 来达成一个引发人惊奇的这样的一个游戏体验 我们每想出一个点子的时候 都觉得这个玩起来肯定很让人眼前一亮 然后但是真正等于要写了的时候 就是我在写的时候 我想那这个怎么写呢 现在的话你们觉得 因为就那个确实它整个的速度是要变 如果要用那个就得犯出观想 这个学期有一次几乎开完会之后 我们程序都非常提心吊胆 非常怕他们把现在的这个游戏抛弃 然后重新做一个新的游戏 关卡设计师他在对3D的关卡 进行探索的过程中 他发现这个3D的关卡 并不能产生一个比较好的游戏体验 所以他就对这个本身的游戏 可能一些机制产生一些怀疑 他甚至就建议我们去 这个项目我们砍掉 我们完全开一个新的游戏 因为我们的手感原型 是玩家自己控制一个 就是就一个镜子 那个镜子是可以自己在手里 随便动的 在一张纸或者iPad上 画一个起盘 起盘格 然后玩家用那种亚克力板 就是既有反射 又能看到后面的亚克力板 去模仿那个镜子 然后从那里面去推 去看 推这个亚克力板 去琢磨我这个空间 和我这个玩家的行为之间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交互 怎么样的一个变换 这个过程 其实给玩家的这样一个 正反馈是很多的 但是这个控制镜子的这个方法 把它搬到电脑上以后 交互的那个方式彻底变了 有一个困惑是我 无论怎么做关卡 我的关卡好像始终达不到我们 手感原型的那个体验的那个程度 有看到一些别的游戏的一些弹幕视频 他们跟我们的想法很类似 然后做出来的效果 比我自己想象的重要好 就是一个空间解明类的一个游戏 然后我们的合金创意呢 主要也是就是一些三维物体 我是会觉得 别人也有类似的想法 然后别人已经做成什么什么样了 白天宇他也提出了一个新的游戏的想法 核心也和复制相关的 然后我们当时也觉得 这个新的玩法机是可能 好像确实蛮有趣的 那个时候其实剩下的开发时间 可能就只有四周 那我们现在要改吗 要改的话程序这边来得及吗 一起讨论到很晚吧 好像都12点多了 怕大家也是一时冲动 就说大家回去先睡一觉冷静一下 我和白天宇同学那天晚上都没有睡着 然后我凌晨4点多掏出手机 他在群里和另外我们的阳王和同学 在探讨我们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做 然后我就开始加入 然后开始和白天宇同学进行battle 哎呀我们绝对不能把原来的项目砍掉啊 有没有可能在现行的一些基础上 作为一个微小的调整 然后白天宇同学就提出 实际上2D关卡的游戏体验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就思考能不能我们再重新退化成2D的版本 程序上对两个都是兼容的 其实最后选择2D的一个很明显的 我觉得角色的原因也是就是考虑到玩家的理解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那可能退回到2D的话 步子没有卖得那么大 谢谢大家 玩了一下 然后应该玩到你们第二章的第三组 然后整体玩下来就是 还是有很明显的一些亮点 特别是在一些机制的这种改良上面 比之前的这种上学期的那个策略 我觉得感觉这个深度的组合要多出来很多 我追到你们整个那个接片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之前比较三维化 现在二维化的感觉 主要考两点 三维空间的复制 尤其是把平的东西 然后复制竖起来 这样一个操作 其实玩家是比较难构想的 尤其是说如果我复制的东西 它又不是指 它是一个比较曲折的 它可能是三方曲折 这个对玩家的一个思考 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 但是其实我们认为 后续的三维还是 还是有机会去拓展的 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设计 玩家去思考一个锚点 比如说 那魔镜呢 他们自己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他们中间叠单了很多 整体上看 我觉得他们完成度会比较高 它的美术风格和整个游戏的玩法 做的还是比较特别 有很多意志的部分 然后有很多个人风格表达的部分 也有一个比较不足的 就是这种耐玩性方面 怎么让用户 他可以多次去玩这个游戏上面 他们考虑的还是比较少 其实我觉得他们最大的成长是团队的合作 因为他们以前做游戏 可能大部分人是自己一个人做 或者是两个人做 但是现在他们面对的是六个人 甚至七个人这样的一个团队规模 就是去学会团队的配合 去学会团队的管理 这个应该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进步 技术上的话其实没有说特别困难或者说麻烦的地方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团队合作 还有项目管理这一块 其实每个作品都有很多亮点 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其实挺有亮点的 因为我们确实会犯很多错 也是第一次开玩游戏 大家都很包容 我们其实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说组织领导关系 几乎所有的改动 所有的推进都是基于测试的 基于讨论的 基于共识的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实习过 但我可以想见 其实在那个比较大的项目里 也是做不到像这么灵活 这么扁平的一个讨论 所以更显得当时那段基于共识的推进比较珍贵吧 我觉得 每个人他可能有自己的成长方向 有自己的成长的意愿 有自己的性格 当然我们是想说提供这样的环境 去帮助他们去成长 有时候可能是 让他们在他们自己坚持的路上走一走 有时候可能我们要给他们一棒 对 然后让他们去有一些感悟 或者让他们去到我们的自己坚持的两个制度 对 我们在这边的一个滑鼠 也不是真的有什么感到 kita 那一定会有那么大量的 对 我们在那边就是我们在那边的一个 和那边有个人想复 就是我们在那边有大的一个 顶部 就是我和同学们都在经历一个从学生时代到至少说是一个独立游戏开发者的这样一个过程 当你去了解到它是如何制作出来 它如何从一点点的一些贴图一些模型一些代码 如何变成这样一个复杂的一个游戏体系的时候 像一个思维的一个大厦就会在这个区别的过程会建立起来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游戏本身这个艺术形式可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它可以兼容以前的传统影视或者动画里面的这些可能性 通过交互的形式让以前我们说的观众现在的玩家所接受的 如果说最大的收获的话 我可能知道自己目前还有很多很多欠缺的地方 在我毕业的时候回想我这三年的经历 有去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好好想一下自己闭设的题目 再多学一些TA方面的一些知识 往TA方向去努力一点 因为游戏的本质不在游戏之中 他在社会生活之中 我觉得一方面是成为一个好的游戏人 更重要一方面是成为一个好的人 更重要一点 我是更希望去多读一点书 作为一个游戏设计师来说 你不读经济 不读社会 不读心理 就等于说你在闭门造车 这种感觉 更多的还是去探索吧 看看自己能不能学到新东西 然后能不能把它和自己之前学到的一些东西产生更深层次的联系 至于说最后产出的形式啊 质量的高低啊 我觉得都还好 只要这个事情就一直做 总会有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